今天是2月18日星期二 天主圣言是我们生活的全员 上主的话是永恒不变 但都是万古常生 现在我们一起聆听上主今天 对我们所讲的说话 内容来自《买歌福音》第八章 14-21节 那时候伴供们忘了多大蛇饼 他们在船上只有一只饼 耶稣便告诫他们说 你们要警醒 提防法律西日的酵母和黑洛德的酵母 他们于是彼此议论说 他看到我们会有大饼吗 耶稣知道了就说 你们为什么我议论会有饼的事呢 你们万事不了解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凡事迟钝的吗 你们有眼看不记有意听不到吗 你们难道不记得我把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吃吗 你们收了多少康剩余的碎洩呢 他们回答说 十二康 这些门徒事迟钝都误解了耶稣的教导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从人性的角度 以人的浅光来看问题 比如说有一次百多六叫耶稣这样这样 百多六呢 后来被耶稣斥责 他说 撒旦你推到我后面 你所想的不是天主的事 而是人的事 在刚才我们再次看到 门徒将耶稣的警告 提防法利西人的哈姆 和哈洛德的哈姆 他们以为只是说食物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 很多时候耶稣自用这个哈姆 代表人的内心 有些邪恶的力量 这些不良影响到 伸延到破坏整个团体 所以耶稣呢 告诉或者警戒那些门徒 没有像宗教领袖 这种无信德的表现和态度 我们看到近期呢 很多消息 很多时候呢 有些什么就很快出传 但是可能习惯了 什么都传 其实都没有看内容的 所以有时传的时间呢 可能是很快脆 不过可能是一些不正确的消息 甚至可能是一些病毒来的 所以当我们说要传一些的 但是信息的时间呢 首先我们都要消化些什么 以及是能不能存 以及什么时候存 比如近期呢 我们香港教区 出了很多牧民的新措施 那些人收到之后呢 其实没有看内容 立刻传出去 但是后来又问回一些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已经讲了 但是因为他没有看内容 所以变得更加温暖了 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呢 都是我们挑战 我们有没有看到 天主其实对这个世界 和对你 对我 其实身上天主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知不知道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 像是法力西人和列门徒一样 忽略了天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尤其是他给很多恩典我们 我们知不知道呢 让我们不能够懂得静下来 特别在这个时间 很多时候在家里呢 或者在圣堂祈祷 真的要静下来 不要只是一个造字 真的要反思一下 天主在这个时间 对你 对全体 有什么声音呢 让我们祈求圣神 能够静发我们的心灵 驱除我们内生的黑暗 好想能够听到上主的话 看见到上主的工作 我们一起祈祷 仁慈的上主 你是仁慈的 我们为疫症的传播 感到忧心难过 求你帮助所有病人 早有康复 和赐力量给所有医疗人员 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心 便使众人能够同心协力 去防范和克服疫症 求你赐给我们一份谦卑的心 去吸取教训 保护生态环境 因主耶稣基督的命 求你苦听我们的祈祷 在这里祝愿大家 在今天新的一日 能够多些静下来 回到我们人的内心深处 消化每日所发生的事 从中能够看到天主 继续在祝福你 在这里愿主的平安 未来就有一个我们的祈祷 在这里愿者为一个战友